音樂 多數是五時起床 之後我要做差不多一個小時拉筋 之後才來我的運動場 做一些Juice 做一些exercise 之後就去外面走十幾二十k 港隊競部代表程小雅 每天都過著天未光就起床 晚上八點就下床睡覺的訓練生活 為杭州亞運努力備戰 如果香港這麼熱的天氣 比起後覺得我爽快 我就更加容易 因為我想一個這麼熱的天氣 令自己更加累 更加 mental 更加 challenge 去到比賽就會覺得很 fresh 供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程小雅每次準備國際大型賽事 都會在訓練安排 舊製裝備方面花費不少 那些鞋子是自己 從日本讀生製造回來的 那雙鞋子都很貴 其實對我來說 那雙鞋子是很重要的 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 一千二千三元 因為我每個人都用一雙 值得很厲害 因為每個星期肯定百多k 為了支援香港運動員 被戰各項大賽 港協企奧委會和信卿集團 由2010年開始 合作設立了 Panasonic運動獎學金計劃 資助獲獎運動員 去到本地和海外集訓 加強專業教練指導 和使用醫療和運動科學服務等開支 而程小雅在2019年和2022年 連續兩屆一道計劃的支持 想回三年前 被戰東京奧運 當時她在日本訓練的時候 遇上疫情封關 未能夠回到香港 慶幸有獎學金的協助 解決她在訓練和生活方面的需要 港協企奧委會之前 我那十個月都在日本訓練 在這十個月訓練中 我在歐巴斯 我甚麼都要買 在日本訓練 我那個地方的天氣 其實也挺坦的 有時候一直在雪 我今天練不到 我買了一部泡泡機 那個泡泡機的銀鞋 是兩萬元 之後我也買了 Compaction Boots 那個 Boots 是給我復活的 那部東西都一萬元 除此之外 我去歐巴斯訓練 我自己有時候也要戴便筒波 去自己煮食 Anasonic運動獎學金計劃發起人 信興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孟德陽就認為 計劃的重點 單只是金錢上的資助 更加要切實關注 個別運動員的需要 令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 因為每一個運動都可能不同的需要 作為我自己一個長跑運動員 我們就知道不跑之前 那個加坦是很重要的 他說想要飯煲 我說提醒他 你的飯煲 是香港或者220伏特的地方 你是合用的 你拿去美國會燒機的 可能他要給你兩部 一部是不同的地方 是幫助他們 因為那些不是金錢上 是他們運動上需要的資助 即是幫忙 孟德陽說 如果要提升一個地方的運動專業水平 商界參與是必不可少的 因為我自己有在美國生活過 在日本生活過 在香港生活過 亦都在內地生活過 我見到其他國家 在運動上的 我們叫做Marketing 是付出很多的 你真是想運動做得好 一定要商界和政府 大家互相扶持 這樣才可以把運動推廣得更上了 今屆Panasonic運動獎學金計劃 有10位運動員得到資助 他們每位在2022年1月至2024年中的 32個月裡 得到超過港幣34萬的支援 讓他們充分備戰今年 杭州亞運和明年的巴黎奧運 程小雅都很珍惜每一次出賽的機會 做好每日的訓練 希望在亞運和奧運爭取好成績 完成了TOKYO OLYMPIC之後 我覺得自己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技巧還未用完 我不想浪費它 我想嘗試去到2024年的 Paris OLYMPIC時候 就退役了 就是想著最後一次 或者最後那20公里 每一公里都要珍惜它